政府推出了更新版的电子政府密码SIMPASS 预计到了年底 应用程序和网站将会推出四种官方语言版本 方便国人使用 目前近200个私人企业 已经通过SIMPASS来核对所需信息 让国人轻易地完成数码交易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公众日后要通过贩卖机购买酒精饮料 只需使用SIMPASS应用 扫描终端机上的二维码 再进行脸部认证 核对出生日期 就能够快速确认自己符合法定年龄 这款贩卖机预计今年第三季推出 在普通的方式 孩子们可以获得自己父母的体验 但这方面 会有更新的证据步 例如网站和网站的网站 之前你能够开启SIMPASS应用程序 来提供自己的资料 负责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表示 SIMPASS已迈向下个发展阶段 成为全国数码身份认证 我们会增添更多的身份认证 比如说你的驾驶执照 网站还有应用程序 在将来会翻译成四种官方语言 建设一个包容性的数码社会 目前我国已有至少一半的国人 使用SIMPASS 其中超过九成 每个月使用至少一次 疫情也促使去年 通过这项服务交易的数量翻倍 达到一亿七千万个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